好 另外來看到這個金管會被查通過 銀行公會報送的信用卡自律公約 以後你買房子呢 如果要用刷卡方式來付款 只能夠刷卡支付定金 不能夠刷卡支付每期房貸金額 至於刷卡定金的上限 可考量建案房貸再決定 但金管會也希望 這個收單銀行盡量不要接受信用卡支付豪宅定金 金管會銀行局官員就表示 信用卡是支付工具 但是民眾買房有一定的投資目的 房貸本來就不適合用信用卡的方式來償還